牡丹花吓死,做鬼也风流。 接下来教大家自己动手嫁接牡丹花。 上一期跟大家介绍的秋季递接方法。 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? 今天再教大家一种夏季嫁接方法。 夏季用嫩之舌接成活率也是很好的。 将需要嫁接的针木选择高度剪掉一部分, 然后将我们所需要嫁接的品种接碎剪下来。 斜切一刀再回切一刀。 针木上也是根据接碎的削法一样。 削好后将接碎插入针木,一边对齐即可。 最后用嫁接膜缠紧缠盐。 牡丹品种也有很多,每一种都有它独特的美。 老铁们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花色进行选择。 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? 欢迎大家的收看。 觉得这对你有用的话赶紧收藏起来吧。 我会不断给大家更新嫁接技术视频。 各种果树嫁接技术分享。 长按点赞支持一下。 喜欢的关注起来方便下次观看更精彩视频。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 contenu Sehr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